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即便后来分开 对方也都对她赞赏有加 她用自己老实的性格 吸引无数美女为她前步后继 武侠皇后郑佩佩 为了她拒绝了当红小生 陈红烈的追求 言情大事一书 为了她不惜破坏郑佩佩的婚姻 甚至向她下跪求复合 一代艳星甜妮 为了她甘愿同居十三年 再正式注册 她就是月华 作为邵氏一线小生 相比荧幕中的角色 她与几个女人之间的爱恨纠葛 相艳往事 更让人难以忘怀 月华是广东神 原名梁月华 1942年生于上海 后来她随家人移居香港 考入邵氏南国第三期的影视训练班 从此踏入了娱乐圈 她很幸运 出道三年就火了 在许多经典电影中都担任了重要角色 《流星蝴蝶剑》中的《绿香川》 《楚流香中的吴花》 《金月梁元》《红楼梦》的《贾正》等 都是她扮演的 她是典型的老派上海人 中厚 长情 在邵氏一待就是二十多年 先是武打小生 后来也转型为风月片男主 风头一时无两 其中大醉侠对她而言意义非凡 此片不仅让她一炮而红 更是让她抱得美人归 当时郑佩佩是剧中的女主角 其倾国京城的颜值 毫不意外地吸引了片中的两位男主 月华和陈红烈 相比老实的月华 郑佩佩起初喜欢陈红烈多一些 因为对方胆子大 说话风趣幽默 他们陷入了揪揪缠缠的三角恋 三人均很痛苦 而最终的结果是 陈红烈迎娶了潘影子 那段时间 郑佩佩心情低落到了谷底 而老实芭蕉的月华出于好心 就常常安慰她 最后这两人 居然意外走到立即 年轻时的郑佩佩不太懂防火防盗 防闺蜜的道理 她和财女艺书是好闺蜜 不设防的她 总是带着月华和艺书见面 于是刚脱离一段三角恋的月华 又陷入了另一段三角恋 彼时还未出名的艺书 和当时的画家老公 正处于婚姻冷战期 她替邵氏香港影画做记者 和月华十分谈谈来 婚姻不幸的她 难免对这个温柔的当红小生 暗生情愫 据郑佩佩回忆 三人常相约一起玩 月华开车送郑佩佩回家时 义叔常常坐进来一起 到家之后 义叔称自己有厌盲症 一定要月华送她上楼 老实的月华总是有求必应 一来二去 郑佩佩和月华本就不牢靠的感情 很快就出了问题 她一怒之下远走美国嫁人退圈 而义叔便顺理成章 和月华走到了一起 媒体曾刊登过一篇 《义书为什么爱月华》的文章 里面写道 月华不抽烟 不赌钱 不去舞厅 不乱花钱 是个不错的男朋友 似乎样样都过得去 不要说是电影界罕见的例子 也是这世界上罕见的例子 字里行间透露着 义叔对月华的爱恋 那时候义叔笔下的所有家名 都恨不得带了月华的影子 千般百般的好 好男人让义叔心动 却改变不了她的性格 即便是热恋期 她也不改谢斯底里的性子 时常怀疑月华和郑佩佩 还有思情 多年之后在一档节目上 月华回忆起这段感情说 她是否爱我 我不太清楚 因为她的性格比较特别 她是个颇特别的女仔 义叔脾气很坏 只要报纸上提及月华 跟郑佩佩的往事 她就会生气到将月华的西装全部剪烂 甚至有一次 她因为太生气 将刀插在月华睡的那张床的心口位置 月华虽然包容了一书一切不可理喻的行为 但两人的感情终究还是因为郑佩佩画上了句号 当年带着怒气 远嫁美国的郑佩佩婚姻生活并不如意 她写了一封信给月华 倾诉苦恼 没想到被义叔看到了 义叔觉得他俩藕断丝连 于是便将信 曝光给了杂志社 这件事对郑佩佩的影响很大 甚至影响了她的婚姻 这件事也触及了月华的底线 老师人也有脾气 她说 伤害物不重要 但伤害人家的家庭 就是太过分 后来即便一书下跪求复合 也未能挽回这段感情 没了侠女和才女 月华身边仍不缺盈盈盈盈 她的女人缘好 在圈子里是出了名的 那时的电影都围着女主角传 导演最大的义务就是哄女演员 她就常常配合导演哄着女演员 导演李汉祥就曾提到 当年程刚拍十四女英豪 请了卢彦 林波 李晶 加上反串杨东宝的何莉莉 等十五位女明星拍戏 一群女人拍戏 今天这个娇热请假 明天那个耍大牌矿工 片子迟迟没有进展 程刚有一天终于省无可省了 突然崩溃大哭起来 又华健子便向导演保证 从今天起 任何演员都不迟到早退 大家开始都以为她在开玩笑 但是她这话说出去之后 女演员们真的都老实了许多 这些女星无论哪一个 都是炙手可热的当红花蛋 能同时摆平这么多大牌 她的魅力可见一斑 万花丛中过 片叶不沾身 舍着爱的月华 最终败倒在了一个 豪放女的石榴裙下 并与其部署婚姻殿堂 这个女人就是甜妮 甜妮原名朱尹英 是女星甜妞的姐姐 1972年 甜妮加盟哨时 受到导演李汉祥赏识 先后在电影《风流韵世》 和《金瓶双雁》中 饰演李平儿 特别是在《金瓶双雁》中 她与杨群的激情床戏 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自此传出雁星之名 甜妮是一个大美女 也是一个任性的大美女 曾喜欢上导演谋敦沸 并不顾对方是有父之父 也不管家里如何反对 始终夜晚之前 最后对方离婚 两人也没成眷属 在别人看来 甜妮是那种电影圈里 常见的疯疯癫癫的美女 是只要导演一声令下 马上拥抱坚吻 七情六欲 通通表达出来的女演员 但这个无畏无惧的坏女人 却被一辈子 做惯老师人的乐华吸引了 两人相识于菜兰的 新加坡美食节 此后又一起合作 拍了风月片 风流运势 途中 她们暗生情愫 戏假情真 导演李翰祥见状 便撮合她们 说你俩结婚了 开始两神 还烦恼导演的玩笑 谁知说多了之后 她们真的是互相有了心思 最终在菜兰 胡金泉 李翰祥的见证下 成为了夫妻 月华很欣赏妻子的洒脱 因为她从不计较 自己犯的那些傻事 也完全不计较月华 还有一段 有名无实的婚姻 当时月华在意大利 开工期间 认识了一位意大利少女 之后少女来香港玩 不愿意走 月华一时心甩 从她领了证 后来女孩回国 也没办理离婚 直至甜妮和月华 同居了13年之后 打算移民加拿大时 两人才正式注册 她也不计较月华 自掏腰包 替老板 电钱拍片 曾有一部戏拍到最后一天 罗列要求老板 先结账 再接着拍 月华为打破僵局 立马掏腰包 替老板 电了片酬 罗列看着月华 这腰头 事后和田妮 咬了一句耳朵 田妮 这可是你老公 狗拿耗子 多管闲事 以后她拿不到钱 可别怪我 果然 戏一拍完 老板就跑路了 月华 只能自认倒霉 田妮的不计较 也换来了月华的真心陪伴 此后再无半点绯闻传出 她吸引移民加拿大 就是听从了田妮的建议 和郑佩佩同框和解 也事先请示过田妮得到应允 晚年重回香港 东山再起 也得益于田妮的支持 可这世上最公平的就是岁月 无论一生普通或是辉煌 终会等到消逝的那一天 2014年后 月华的身体逐渐消瘦 而她隐退前拍摄的最后一部电视剧 就是首业者 此后便消失在大家的视线中 直到2018年10月21日 她的名字再次出现在众人视野 却是病逝的消息 患病两年多的她 生前没有对任何人透露过病情 第一次公开病情 就是死讯传来的同时 据悉她死于癌症和逃尿病的折磨 去世的时候 她的妻女一直在床前 为她诵经念佛12个小时 最后一刻 她看着妻女闭上了眼睛 也为这一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在她的追悼会上 田妮感慨道 这世上没有人像她对自己这么好了 天文噩耗 旧爱郑佩佩表示 不敢相信这是事实 很怀念她 她一直觉得 月华是这个世界上对她最好的人 而艺术心目中的月华也是一个好神 拥有一张好神的脸 以及好神的性格 除了是一个好伴侣 好丈夫之外 她同样是一个合格的父亲 尽管工作再忙 但在女儿成长的过程中 她从未缺席 2007年 女儿远家西雅图时 她曾因为不舍而崩溃大哭 后来由于过于思念女儿 常常在打电话时与女儿说 一定要回来看我和你的爱人 如今她已经逝世三年多 最欣慰的恐怕就是女儿 如今幸福美满吧 其实人的一生很复杂 从一而中的爱情也属实罕见 但是就像月华一样 即使情感经历丰富 但是她对待每一段感情都十分的真诚 从未在婚内给过对方难堪 分手之后 她也能获达从容的 和前人们组成好友 或许这也是她为何一生都以好形象 存活在大家心中的原因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于姬太太的视频 欢迎点赞分享视频 并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